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花园的日常管理呢,有许多工作 其中的一项 在盛花期,就比如现在 开花最多的时候呢 尤其重要,那就是修剪残花 前几天呢,下过暴雨 昨天呢,又下了一场冰雹 那很多花呢,其实是提前落了 譬如说这个 Creeping Flux 之前开满了花,那现在呢 基本上呢,全部掉光了 我呢,有不少 所以的话呢,把它修剪掉呢 是一个很大的工作 不过我修剪的方法呢 就相对来说简单了 我就把这些全部 基本上全部是贴地剪了 其实可以晚一点剪 但是我希望现在剪 因为旁边呢,是薰衣草 你可以看到有 成百数千的花头呢 都已经出来了 这个呢,和薰衣草呢 挤在一起 我把它剪掉的话呢 可以更好的呢 让薰衣草生长 也可以更好的赏花 这是Candy Taft 这个花期本来是非常非常长的 也是被这一场暴雨呢 打掉了 我也打算呢,把它剪光 铁线帘呢 比昨天开多了 好多啊 看一下这个红色的 特别特别红 这里呢,是鱼美人 这种前两天开的这一种呢 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我等一下呢,会把它们全部剪掉 剪它的话呢,你看就是这个杆子呢 它基本上呢,把这个杆子呢 贴地全部剪掉 所有的花杆呢,全部剪掉 那之后它的叶子呢 等它枯掉了再剪 旁边另外一种呢 初开 这种呢,特别大 直径大概是20厘米 好多花苞还没有开 这个的话呢,今天也剪掉 不然的话呢,看起来太乱了 一大片 勺药开了很多 粉色的鱼美人昨天晚上开了一朵 现在已经开了若干了 这是珊瑚色的勺药 多漂亮 红色的 美人抓破脸 一天之间呢,就全 基本上全开了 一大片 这些呢,也是 要随时随刻的修剪 像这个Columbuy 漏斗花呢 就把它的花枝呢 整个贴地剪了 旁边那棵呢 刚开 不去理它了 像这棵也一样 这些呢,就差不多 全部剪光了 红尾呢,现在开得正好 我一两天有空呢 给大家介绍我的渊尾 像这些漏斗花 今天它们全部剪掉 看起来呢,不算多 但是事实上工作起来呢 工作量还是蛮大的 我顺便呢,会把一些铁线帘的花呢 也剪下来 一些比如说 藏在里面看不到的花 这些呢,是我刚刚剪下来的一些残花 这一大桶呢,包括 鱼美人 包括一些勺药和 一些漏斗花 这个呢,是creeping flux 你看我才刚刚剪了一点点 就这么一大桶了 当然了,你有可能的认为我剪的太狠了 但是没有关系 现在呢,正是最佳的生长季节 两周之内呢,它就会非常非常好看了 它的生长能力呢,非常强 我现在剪成这样子,完全不会影响明年开花 另外,我剪下来的这一大桶呢 如果把它种在什么地方的话呢 也会长得 不过的话呢,我就打算把它们回收了 修剪残花的主要目的呢,有两个 首先呢,它能让你的花园里呢 保持整洁美观 第二点呢,对我来说呢,更为重要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防止它呢 不会撒纸自拨 假如放任它,不去管它的话呢 到处撒纸的话呢 你的花园呢,就彻底乱套了 另外呢,这是我刚刚剪下来的一些铁线帘 它们藏在这个其它花的后面呢 其实看不到的 我把它们剪下来呢 等一会儿呢 就可以把它们做一瓶美美的铁线帘插花给自己 好啦,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你点赞,希望看到我更多的视频呢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谢谢 谢谢